接下來關心花蓮文彈柚佔全國產量大約有三成左右 眼看瑞瀟漿的農會 每年需要動員三十多位零食工人力剝皮 促使花蓮區農業改良廠 研發開發文彈柚加工設備 不但能夠剝皮 甚至還能夠提取精油果皮及果肉等加工原料 每個小時可以處理高達一公噸 效率比人工多出一百倍 一顆顆的柚子放上機器 輪軸一轉輕鬆洗香香 魔法繼續施展急劇一壓 柚子如縫離脫皮及一般果肉輕鬆分離 每一步都很重要 因為果皮到果肉全都能創造經濟價值 那精油可以做成洗手慕食 沐浴乳 洗发乳 或者是精油香氛的這種功能都可以使用 文彈柚加工設備立大工 以往這些全都靠人工 花蓮文彈柚佔全國產量約三成 以往瑞瀟相農會每年動員約三十人 每人每小時處理十公斤的文彈柚 但現在機器發揮百倍力量 一個小時處理一公噸的文彈 讓柚皮煉製精油果肉進入加工鏈 如果說能把它提取 就做成一些加工品來的話 那它還可以變成是你額外的一個收入 我們這套設備的部分 那已經成熟了 它已經可以達到一貫化的作業 技術不斷精進附加價值 繼續提升創造更多收益 記者曾經也花蓮報導